你们两个刚入职 今天就加一会儿班吧 我亲自教你们做企业策划 我这才刚入职 你就想压榨我 在这跟你加班 来你自己看看 这都几点了 我告诉你 我待会还要跟我姐妹去逛街呢 我先走了 哎 老板你教我吧 我想学 行 哎我跟你说 那套化妆品真的特别的好用 哎我不跟你说了老板来了 老板好 是这样的 我手里面呢有一个新的项目 你们两个正好是新人 也能练一练手 这如果完成的话 奖金呢是一万块钱 明天早上交给我 我来我来 少回我可来得比你早 这个项目就交给我做吧 这下又可以买新的化妆品 稍回 这机会可都是平等的 你确定不再争取一下吗 老板 大家都是同事 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这次就让给他做 老板 我刚来你就给我穿小鞋 我告诉你 这个项目我做不了 光设计就得两天 这一晚上 再让桌子铺来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 这个方案我来做吧 对不起好 这个方案就你来做 你给我出去 别再有下一次你 老板对不起走走 翔哥 这个地方我有点不太多 哦这个简单 你看啊 先做这一块 老板 老板 这个项目已经签合同了 您过目一下 做的不错 去财务领奖金吧 谢谢老板 喂妈 我发工资了 这马上也放假了 我给您买几身衣服 再给您买点好吃的 老板 我不干了 你不公平 我不公平 那你倒是说说 我哪里不公平了 怎么不公平 我跟少辉 我俩一起来的公司 他现在都转正了 我为什么还没有呢 而且 他现在的公司 比我多出好大一级 要不是你偏心 怎么可能他比我高呢 所以 经过你的分析 你认为 你跟少辉之间的差距 是因为我的偏心 对吗 对呀 要不然 还能是因为什么呢 那好 少凡 我问你 这少辉 平时向同事 虚心讨教工作问题的时候 你干嘛去了 你上班 就想着 这下班怎么去购物 晚上玩到晚了 又起不来 还谎称自己的母亲生病了 这 难道不是拉大你们之间差距的原因吗 那是因为 还有 你这上班 就喜欢打瞌睡 没事干 就喜欢往厕所跑 你知不知道 人家少辉在干什么呀 这付出 才能有回报 这个世界 它是公平的 一份耕耘 才会有一份收获 那他也是视力眼 他现在 他都跟我玩了 视力眼 这个项目 放到你们两个面前的时候 少辉他是怎么做的 主动谦让 而你又是怎么做的 伸手就去抢 而且这奖金还没到手 就已经想好怎么去花他了 而少辉呢 他在拿到奖金的那一刻 他第一个 想到的是他的母亲 给他的母亲买一些礼品 寄回去 这奖金怎么花 领导管不着 但是我从这件事上 看出了你们两个人 不同的人品 其实你们两个的能力 一样的优秀 所以我才一再的忍让 接下来我说的这句话 请你一定要记好 如果一个人 想要有大的提升 那么首先优化的 就是自己的圈子 这什么样的圈子 就会决定你 走什么样的人生路 小人只会教你 偷奸耍华 这混子只能教你 坑蒙拐骗 那狐朋狗友 只能教你不务正业 每天吃喝玩乐 这限制你发展的 往往不是你的智商 是你的圈子 还有你接触的人 如果一个人 可以开拓你的眼界 提高你的情商 纠正你的格局 那么这个人 一定是你的贵人 但是这贵人 不会哭着喊着 求着去帮你 所以你要主动 向优秀的人去扣拢 要向差践的朋友 保持距离 只有这样 你才会越来越优秀 他日 几万千优点于一身 你何仇不是人上人啊 只要你愿意 从现在开始努力 这人生最坏的结果 不就是大起晚成吗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 都有不为人知 算出 面对人生 哎妈您怎么来了 快进来 妈不进去了 妈这次来 就是给你们送点鸡蛋 送完就走了 妈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 怎么也得多住几天吧 来快进来 来妈您快坐 哎妈来了 是啊 儿媳妇 哎媳妇 快去给妈倒杯水 哎 儿子 咱老家的房子 实在不能住了 妈没地方待了 刚才 我去这趟 你大哥和你小妹家 可是他们连玩都没让妈进 你看你和丹妮 能不能让我在你这儿 多住几天 来妈您先喝口水 儿子 妈还是走吧 不麻烦你们了 哎妈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是您儿子 我的家就是您的家 您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是啊妈 您呀 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这房间 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妈 这钱呀 您拿着 如果以后 我做饭 不合您的胃口的话 您就下馆子 妈不要钱 妈不挑食 你做啥 妈都爱吃 妈不需要钱 妈有你这样的儿媳妇 就知足了 都说养儿能防老 可是你大哥 和他小女儿 连家门都没让妈进 都是点白眼了 哎妈 你怎么来了 妈就是想你了 想来你这里住几天 妈 这恐怕不太方便吧 我最近刚找了个男朋友 娜娜 外边是谁呀 啊没事 一个收费品的 妈 这你也听到了 我还没告诉她 我有一个农村的妈呢 你看看你 狐狸吐气 我这也确实不太方便 你要不去我大哥家吧 我大哥那儿 房子又多 或是又宽敞 你愣着干嘛呀 你赶紧走吧 去吧 哎妈 你怎么来了 你这拿了什么玩意儿 臭死了 没什么 我就拿点鸡蛋 哎妈 你这干嘛去 你看你这鞋 糟死了 你进去要把屋里弄糟了 我媳妇又得骂我了 儿子 妈走了很长的路 有点腰酸背疼 妈想进去歇一会儿 是你自己非要背来背去走这么床的路 你说你不在老家好好待着 来这儿干什么呀 儿子 老家的房子不能住了 妈没地方去 才想来你们这儿住几天的 什么 想来我们家住 那可不行 我们一家子都订好票了 要出去旅游呢 你这拉里拉叉的 来我们家住干嘛呀 再说了 我们家的电器都是高科技 那多贵呀 你又不会用 你再给用坏了 可咋办呀 你又赔不起 你呀 还是去小妹家住吧 妈 这大哥跟小妹 他们怎么做 那是他们的事情 但是我跟少辉孝顺您 这是应该的 哎 对了妈 咱们老家的房子 去年还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不能住了呢 儿子 妈跟你说实话吧 妈这次来呀 是给你送钱的 送钱 是呀 妈 你哪来的钱呀 咱老家的房子拆了 给了八十万 妈这样筹呀 这个钱 什么疯呢 妈 这个钱呀 我们不能要 我跟少辉 有手有脚的 我们想要什么 都可以自己去挣 您都已经辛苦了 大半辈子了 您也该 好好的去享受享受了 这个钱呀 你们一定要留下 妈这一辈子 没啥本事 没帮到你们什么 要不然 妈住在这里 心里也不踏实 妈 您真的想多了 这鸭汁反哺 养汁贵辱 如果我们连父母的养育之恩都报答不了的话 那我们还是人吗 妈 这我跟少辉呢 其实也没多大的本事 但是这孝道啊 肯定少不了 是啊妈 您养我们小 我们就应该养您了 您就安心的住下吧 我和丹妮啊 一定会好好的对您的 好好 真是的 有您的爱 是我美无想 您的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